我是努力说普通话的果菜阶 大家好 你那个气息在cue我 我没有问题 大家为什么在这里 那其实我发现 很多人都不知道 之前你是歌手 真的 对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歌 是哪一首 都可以说是哪个呢 当然可以 我其实是07年出道 那时候你几岁 很大了 18岁了 虽然我也是一个偶像歌手 歌的那个传唱度 好像有反馈 就觉得歌特别难唱 12年开始 就是也是因为小时代的关系 我一直在演员的身份上面 然后就像达安这首歌 4年之后才回 真的 你后来当时 他我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就有点懵啊 大家未免太后知后觉了吧 真的 那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 但是即便后来传唱度炸开 应该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那是我和杨坤老师唱的 你必须要说 我过台阶 这首歌我唱的 我唱的 以后去KTVB点这首歌 用彩节的声音唱 我对 好像模仿 但是我又放模仿了 来来来来 当时你当歌手的时候 是有一天在路上讲话 然后声音很特别 突然被别人抓紧到 走在路上说话 然后就被捞一个网 然后就被带走 从小确实是很喜欢唱歌 游览车上面 不是就会有车长小姐 那个麦克风 我就一定会是拿麦克风 唱歌的那一个 念书的时候 去参加学校歌唱比赛 就得第一名 突然有了一个 就是好像踏入这个圈子的一个选择 我就觉得 冲一下 突然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 也参加过我们学校的歌唱比赛 我唱的那首歌是孙燕姿的 我怀念的 唱的可好了 全场我一遍唱一遍给我鼓掌 总决赛开始了 我才知道我还选没进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评议 当时我唱歌的时候 你一直在给我鼓掌 他说 我再给你打节拍 我当时好气 我就觉得 唱歌这辈子不可能再唱了 我怀念 我现在就是也闯出自己一片天 真好 真好 这个时候可以选个赞的真励志 赞 之前呢你说你有一个乐队的梦想 你觉得个人和乐队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团队一起完成一件事的那种感觉 去年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乐队的节目 真的特别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 大家可以一起玩音乐 是不是我们这个出专辑的速度以后就会提高一些 可能会比较多视频 演戏也很久了 拿到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兴奋感 会有一种召唤的感觉 第一个单曲出来以后 反正一系列就是展开 我已经踏上我自己的旅程了 那2021年我们会有什么演唱会吗 会有的 因为其实我跟朋友一起成立了游牧城市的厂牌 就音乐厂牌 就希望透过这个厂牌可以集结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的其他音乐人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 好厉害啊 真的 我也挺兴奋的 那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身份 B站的up主是不是 是 那我现在要给你考虑一下B站的黑化 属于B站的一些暗号一样的 也没有很黑 入战必备 就是加油吧 对对对 就是加油的意思 因为他反过来就给力哦 哦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是什么 英文反过来 原来是给力哦 就好奇怪 为什么要反过来讲 还有阿维死了 那是 我跟死 我阿维死了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他就会说啊我死了因为采杰很漂亮 哦 就说啊我死了我被击中了 迷倒了那样 对对对 以后你看到什么你喜欢的角色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阿维死了 还有爷亲回 爷亲生回来了 对 就比如说你这个Nakuna的专辑出来的时候大家肯定会说爷亲回 因为你终于又做回了歌手 歌手才接回来了 看着我从歌手出道这样 对这个时候弹幕都应该要刷起来我是觉得 活久见 字面上的意思吗 嗯 活久见 就是活了这么久终于见到了 终于见到了 但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就是活了这么久终于见到了 耶嘿 两个普通话不标准的人同框了 双除狂喜梦幻联动 梦幻联动不就我们吗 对是这个意思吧 是是这个意思 那双除狂喜 就其实是一样的现在就是双除狂喜 那所以这是一个对联咯 梦幻联动双除狂喜 不然想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各位B站的朋友 那你平常喜欢看B站吗 潜水潜了很久 我比较多是看纪录片还有电影 这里真的是大海一样的白宝箱 现在就是开始学习自己做内容 我希望你的更新快点 一个星期可以看到一次你吗 哦不行 你剪视频要十多个小时 我可能吐些 一边掉点滴 一边掉点滴 一边在这里画东西 所以以后采集的视频 大家一定要多多点赞好吗 真的不容易 萌新up 这些保险嫂给我助理 不不不不 真的真的 其实GQ的时候 我去那个晚宴的路上 你站在我前面的 好激动 因为我喜欢你很久了 但是我喜欢你是从小时代开始的 我们是全校同学一起去买票 哎呀我天哪 真的 星期五的晚上 全校同学一起去买票 一直讨论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今天你是顾里尔 你是那个林霄 然后我们就一直角色扮演 当时我就在GQ看到你了 我就一个人走到前面 让我的同伴在后面喊我 这样子我回头的时候 就可以自然的看到你 你也不会觉得我是在故意看你 哎呀谢谢谢谢 对当时真的穿的好少 冷不冷 那你那天穿什么呀 穿了一件棉裙 我在干嘛 还配雪圈 好幸福啊 我觉得就是当你要决定 要戴上红毯的那颗气温什么的 就完全没有再考虑了 只是想了就是 整天时髦的那一方面 对就是美 到了那个晚宴的里面 你依然还是穿着那件衣服 就身上没有皮任何东西 我就觉得你 太漂亮了 很敬业 就觉得这是我的工作 我应该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一次呢 我听了采杰的新歌Nakuna 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讲的 这是在讲什么 咒语一样 第二次听的时候就觉得 有点洗脑 就会跟唱 而且我最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居然会跟自己说Nakuna 我就觉得洗脑成功了 这是我希望可以达到的一种 就是全名都希望Nakuna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 特别不好的事件里面 然后就每天都没办法睡 很多电影里面就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点披萨 电视就放着 对 我那时候就在看日本的一个 恋爱的实境节目 叫双层公寓 节目里面有一个人在安慰另外一个人 就说Nakuna 刚好那个音调很温柔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我自己被拖住了 这张传织名称叫鼠羊 我想写一个成人的摇篮歌 当时你是失眠很丧的一个状态 但你写完这首歌之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状态变好了 一首一首歌也是一直在治愈 治愈自己 就当你能够有一个方式去抒发的时候 最后就只剩需要时间了 我之前看到一个评论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你这首歌的感觉是 穿着西装革履的流浪汉走在街头 真的 我觉得写的很好 就是那感觉 我有看到这个评论 对 是每一条评论都会看的吗 因为我看你经常会回复大家 对 因为我也在努力做一个自己的频道 我确实挺喜欢看大家的论论 很真实的一个交流 所以我们这条 大家想说什么 一定要记得在评论里 音乐采节会开 2010年的时候 你的首部电影作品 夜台北当时就获了最佳新演员奖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一唱歌就搞第一名 一演戏就拿这个奖 我觉得真的我还是挺幸运的 但是我觉得演戏是有天赋的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下来 我会觉得你跟顾李的那个形象差别是很大的 演得好呀 你赋予了他这个角色 谢谢谢谢 当时其实大家知道说是由我来演的时候 完全抗拒的 这样的一个清新感的女孩 要来演他们心中的女王 完全是无法接受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每一个角色去找到自己 都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 走到现在一直在剥洋葱 就把我过去所有贴在我身上的标签里撕掉 虽然也给了我一个很重的标签 就是顾李 我觉得它仍然是一个卸下我过去很多标签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可以创造一个角色 你最想演什么 动物类的 不用说话 不用说话的角色 嘴脸拍就细腻的表演 可以 或者我们有导演 看这个吗 赶紧的 来这电话机 那2021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张专辑 希望带着这张专辑和自己的厂牌 还有乐队的朋友一起线下的演出 突然好想翻唱转专辑 到时候 艾特彩节来看 大哥 好 谢谢 既说这里留下证据 必须有 好 我之前看到你的那个抖音有一个视频 我超级喜欢 就是对着镜子画自己 我现在准备两个镜子 我们来画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即便你没有任何绘画 天分的人都能够画出一张自己的镜子 是的 这个会有一个技术问题 你需要对焦的话 因为它会 左边眼看的不一样 右边眼看的又不一样 然后我们打分好不好 1到10分 这个弹幕刷起来 好 开始了 这不是张开两个眼睛很难画呀 你觉得 两边一直在wink 我也是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蛮好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你画得很好 真的 我还是画个头吧 怎么样 搞定吗 搞定了 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画风 希望大家喜欢这些视频 也喜欢彩姐 多多关注我们彩姐好不好 我们彩姐在b站有号了 赶紧给我关注起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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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